是提习近平的封信的 一定是共产党派出来 告七哥打官司的伟类们 我过去的五六年 在美国法庭做过上千个小时的deposition 几乎没有一次不问给习近平的封信 那封信是当时是刘彦平口述 我写又改变又是他写 而且这封信的时间是2017年五月份之前 是你七嫂子郭美交换的一个条件 七哥能把郭美跟你七嫂子救到美国来 这是我一生中作为一个男人 保护家人保护爱人保护孩子 我不觉得人类上还有谁让我去参考参考 我相信我很多王八蛋共产党 就借了机会就让你七嫂子不来了 换个媳妇 能换一百个 一个男人 一个父亲的胸襟和情怀 不是嘴巴上讲的 是行为上的 有多少人能看透 七哥救你七嫂子郭美之男 我们体制内现在看直播的很多战友 在当时是对我不是半信半疑 叫一分的听九分的怀疑 三分的看笑话 七分的看我要跌倒 但是从你七嫂子和郭美被救出来以后 那个七分看着我被干掉的人 变成了七分的知识 一分听九分疑的变成了九分信 甚至十分信 还有很多人现在是跟谁 这个王八蛋记者一秒钟就给过了 那个信是我当时 大家重点三件事 那个信是在五月份之前的勾兑的结果 我的录音当中都有谈到的 你要承诺 你要为十九大创造环境 咱们要合作 郭美和清智可以送到美国去 在香港办护照 我带郭美办护照 你要主动做出承诺 从过去要回国 到过来不要回国了 你别直播就行了 把这东西不但钱来还给你 如果我没有料 没本事 没价值 能让他们如此恐惧吗 而我和平的 没让任何人流血 没让任何人付出代价 把你起扫郭美 这种智慧 用能力 用实力 救了出来